感恩光阴菩萨 这个是我的儿子 1985年属牛的 想问什么 他八个月的时候 不要讲了 看到了 灵性都跑过来了 身上的灵性在他的脑子里 所以他的脑子出毛病了 明白了吗 我可以告诉你 灵性不走 毛病不会好 所以你说怎么办 只有好好的把灵性赶走 不是赶走 送走 千万不要跟灵性去考 跟小鬼难缠 所以碰到事情 不要找什么 什么施法术啊 什么 千万不要搞这些 念经送给他 让他跑 这个灵性蛮厉害的 可以可以 这个灵性非常厉害 这个灵性也是你们家族的杀业 是啦 对 明白明白 你明白 你们家里开过饭馆 以前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以我的公公是抓鱼的 抓鱼的 爸爸 爸爸也是抓鱼的 哎呦 我本身也是抓鱼的 之后一批外衣 哎呦 他还笑得出来了 儿子这样 你别看了 等到你晚年 你试试看 你等到哪个地方痛的时候 你就是癌症了 听得懂吗 懂懂 你自己好好的要 开始要懂得 最好到了这个年纪了 鱼们也给你抓了差不多了 不要抓了 是是是 改行吧 啊 已经改了 改了七年了 现在做 再做一点 偏偏的生意啊 啊 就是 哈哈哈哈 他说什么 偏偏人的生意啊 偏蒙 偏蒙是什么 你现在 赶快帮你儿子念 帮他 哎呦 哎呀 这么多 哎呀 哎呀 麻烦 那 要念 给他念 三万遍往生奏 然后给他念 小房子要念 八百二十套 好吧 多得不得了 这个鱼哦 突然粘起来的哦 在他的身上 形成一个圆环 而且像齿轮一样 一个一个 上面全是像 人家冰冻的鱼一样的 你还笑得出来 啊哈啊哈 所以你就学偏门的 啊哈啊哈 真的 真的恶心了 不能再抓鱼了 啊哈啊哈 是是 来 讲下去吧 啊 台长啊 不过他 他以前是 知物人啊 小孩子 对着嘴巴一点 小孩子 他发高烧 便是知物人了 之后去医院 看见了吗 啊 医不好之后 去找一个神医 全部医到好了 正常的之后 他只剩下 耳朵听不到 你记住我句话 找一个神医 说全部医好了 如果全部医好了 现在也应该就是好了 就是没医好了 你要叫台长 帮你医的话 就是说 他以后一定 不会再发了 再叫医好了 啊 这样就求台长哦 他的耳朵听不到 造成他哑巴 不能够说话了 我告诉你 这么多的灵性 在他身上 怎么一毫的了啊 很难的 赶快给他念小房子啊 还要磕头 还要许愿 哦 明白了吗 可以可以 说永生永世 不会再造沙业 啊可以 明白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你自己好好的 你好好修了 我顺便讲你一句 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 没有 啊 你这个人们就是 女人缘太大 女人太多 是吧 那是顺便 给他看出来的 顺便 听得懂吗 我告诉你 你的孩子以后 基本上 如果你再要 不照着台长 这么做的话 基本上就这个样了 很难再恢复了 如果你要照着台长 这样做的话 我可以慢慢叫他 能够耳朵听见 因为他现在 阳寿还有 明白吗 谢谢 但是阳寿不是太长 我现在 反正他听不见 我就讲给你听了 他是63岁 会走 什么啊 活到63岁 活我的儿子了 啊 谢谢 所以阳寿 明白吗 但是要好的话 你就要不停地 给他念经 让他听得见 你们知道 聋哑聋哑 因为听不见 就会变哑巴 所以先隆后哑的 所以隆的人 一定是哑的 所以叫隆哑人 啊 因为你隆了 就听不见了嘛 听得懂吗 好了 现在我告诉你 实际上 这个孩子的眼睛里 就是那个灵性 你盯着他眼睛看 你就看到 那个灵的样子了 你别看了 你看晚上不要睡觉了 你是台长啊 整天要看了 对对对 对对 吓人不了 我也是怀疑了 你怀疑了 你晚上我教你个方法 你只要把灯关掉 然后你点一盏很小的灯 你盯着你儿子眼睛 看一分钟 他就出来了 听得懂吗 接下来你就发抖了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了 倒水啊 咚咚咚咚咚了 好了 谢谢台长 好吗 好年轻了 年纪大了 谢谢台长 自己的肾脏要当心啊 谢谢台长 还有关节 谢谢台长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对对对 好了 好了 谢谢大家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台长非常开心 这次能够到马来西亚 我们跟那个这个沙巴的佛友们接个缘 感恩你们这么发心付出 谢谢大家 愿意愿这个佛光普照你们 让你们啊 沙巴那个消灾解难 让马来西亚更多的佛友和世界上更多的佛友 拥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光 拥有我们佛的佛光 照耀我们 让我们过好每一天 大家记住台长一句话 心情一定要开朗 人一定要想得开 想得明白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假的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今天不等于明天 所以拥有将来 就是要把握住今天 所以希望你们忏悔过去 你们会拥有将来 好好地学佛修行 做个好人 在人间就把自己做成菩萨 所以以后一定能够到天上 人成及佛成 愿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你们 愿我们伟大的佛陀 永远能够帮助我们 离苦得乐 谢谢大家